当然当务之急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进攻问题 现在第一节16分 我觉得林炳胜对到目的是非常好 能对上 想要直接塞到篮架 但是没有给5个三分球 全是亚外元偷的 林炳胜 对 林炳胜防目的 他这个身体力量包括速度 包括身高 都能跟上 对 还大一块 第一位 今天曾华日队进攻 国内球员进攻始终得不了分 目的能活 目的这边被针对的厉害 对 因为林炳胜他当时在台湾联赛的时候 我考察他 他防守就比较贫贫 而且他来了国内还练了几天 因为当时合同和金牛发生一并的争执以后 完了他离开了 当时我真的觉得这个队员非常可以 就是防守 给他特长 防守 然后打得比较硬 你看他的防守 细看的话很有东西 入步为营 对 你看他连的抢 领着专制任务来的 对 他这个岁数 对 然后技术各方面都定型了 你就把你的特长发挥 嗯 你比如投篮一般 但是呢 他反击快弓形建技术又很好 脚底也非常快 看着瘦又很硬 对于广沙的整个后场补充太重要 对 第四节发挥的好的概率会大一些 嗯 嗯 好 好 古房过来之后 还是给了大个犯规 孙明杨吧 嗯 对 这个环节是非常合适的 这球 这会犯规 但是怎样用好林冰胜 这个是很大 对于王伯指导来说 其实在这个赛季 也得可以尝试一下 是不是更加大胆一些 嗯 排多 情况啊 就是说无论是同袭的 卡球 哎 打呀 同袭的 他底下不打就很难了 你这利息的效率啊 也不是太高了 没法 看 那孙明辉死了 卡球 李明胜在右边底角的场所 好球 打破将军了 这是刚才 铁指导跟那是夸奖的 他能投 对 是吧 他三分 问题是假的 但是他没有吃火 因为他有大吃小 嗯 哇 小房大 造成了争球 其实你看啊 在李明胜身上 我觉得看到了很多以前 我们失传的一些 防守技巧 比如说这个卡位 你可要细看的话 就他这个脚底 也抢在刘东的腿上 刘东的很难受 嗯 第二个呢 他这个突然的出击 顺手出击 他不是整个的 就是单纯的 就是像背手出击 当然他也有背手出击 那么顺手出击 其实对磁球人的攻 威胁是很大的 再有就是什么 他整个的逼强 保持的距离 包括对这个 你突破的路线的卡位 这个用力程度 其实我真的看到了很多 就是我们那老一辈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古吧 对 防守的精髓的一些东西 对 就是复古但是留下的 好的习惯 嗯 对 你看无论是赵阳后 还是林炳胜 他这速度非常快 两个好球 我去防林炳胜 弹下进攻 可以 他美冲积极啊 他美冲积极啊 刚才